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欢迎收听科技早知道 本期节目我们想要聊的是一个跟电影厂牌 那更具体的来说是 跟大型影业巨头旗下的独立厂牌有关的话题 而我们今天研究的样本 正是一组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厂牌 20世纪影业 20世纪影业 它的存名名叫做20世纪福斯 以及隶属于它旗下的独立电影厂牌 探照灯 Search Live Pictures 那可以说只要是电影迷就一定听说过 像是少年派奇幻漂流 X战警 古短龙威 这些20世纪影业旗下的优秀作品 而在探照灯这边 它在独立厂牌简直如有开挂了一般 制作了布达佩斯大饭店 男孩别哭 无一之地 等一系列极其优秀的电影 他在创立了不到30年间 拿下了174次奥斯卡提名 46次获奖 其中5次斩获最佳电影 而在20世纪影业和探照灯 被迪士尼收编之后 那今天可以看到 迪士尼的电影项目 风格多元化程度 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在大场如临的好莱坞 独立厂牌存在的意义 以及特别是随着20世纪影业 及独立厂牌探照灯的加盟和顺利的整合 给迪士尼带来的哪些新的变化 那我们有两位嘉宾 一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 经常做客我们的声音机器 以及我们的科技早知道的节目 音频人周立铭 周老师 大家好 我是周立铭 然后另外一位新朋友 是前媒体人 编剧制片人 然后他现在是游戏导演田丽 大家好 我是田丽 那我觉得可能最近 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 好像看到很多的这种 获奖的一些影片 他们不仅仅是从一些 这个大的厂牌 这个做出来的电影 他们很多是从这个独立厂牌 做出来的电影 像特别是这个A24 像探照灯影业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周老师 或者是田丽来帮我们先讲一讲 为什么这些年来 A24和探照灯 他们获得了这么多奖项 他们是怎么样获得这么多的 大家的关注的 因为我们一般的 对于好莱坞的了解 就是那几个大厂 那大厂现在是算Netflix 还是六家 就是它那个NPAA 那个协会的成员 之前的话 没有那个Netflix的时候 是有Fox 然后在更早的时候 曾经是最多的时候 是算八家 其实八家里面 是没有迪士尼的 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迪士尼被认为是太小 还进不了那个Major 我们说的大厂 那因为就Major 然后就表示这个是个动态的 就会海洋一样 它有大鱼也有小 这样才进去 你如果只有大鱼 然后小鱼是生存不了的 那实际上是不健康的 这些所谓的小鱼 就是我们说的独立制片 就一两个人一开始就 搞一个很小的 在大学城里放了电影 然后卖个片子 从欧洲买两部片子过来 然后在美国卖一下 然后它慢慢做成功了 就一点点做到 然后到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些大厂就Major 去开始自己创入那些独立片的品牌 或者去收购这些现有的独立片品牌 但是小厂它有它的特点 就是传小好掉头 所以它对失败的容忍度就会比较高 同样如果大厂去拍一部文艺片 比如说是拍不上一片了 大厂去拍一部文艺片 可能的成本就会比这些小独立片厂 会要大很多很多 所以它那些几乎好像每个大厂 都会至少有一个这种独立片的品牌 我知道田丽在好莱坞也做过电影 我不知道从这个预算的角度来说 这个区分程度是在哪里 比如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商业影片 它大概是多少的这个预算 和小的这种独立厂牌 它们是多少预算 一般来讲的话 我的自己的一个体会 就是大多数的这些独立电影 都会在一千万以下 能够看到像AR4这种 比较大的厂牌制作的 它们的预算就会高 上线的话 可能会接近一部商业片的规格 但是下线也会在一千到两千万美金 取决于你的卡斯 当然卡斯它有时候也会 根据这个剧本 因为独立电影的魅力就在这里 它其实会代表很多电影人 比较自由的一些创 因为没有太多的资方 或者制片人 就是来自studio的一些干预 所以它有时候很多的 在剧本层面 在人员大配层面上面 会对很多的卡斯 有一定的吸引力 换句话说 有时候卡斯 他拍大的商业片 他为了赚钱 但是他需要有一些 更有可能在一些奖项上面 有所斩获的电影 就是树立一些名望吧 就是在演技方面 获得一些认可 他会愿意匠心去演 所以有时候一部独立电影 可能一两千万美金的 预算的电影 它可能可以请到 很大牌的演员 就是这些演员 他们可能在商业片中 自己一个人的片酬 就达到了两千万美金 对独立厂牌来说 像是A24 最近几年特别的火 以及之前的这个Mirror Max 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 这个探照灯 Search 都是异军突起 成绩比较不错的 这种独立厂牌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这些小的独立厂牌的 成立的原因和存在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能不能两位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像A24 我觉得是一个香港的话 叫钢筒炸子 我不知道是香港的说话 他现在风头很顺 像这个探照灯 他的资历就更老一点 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探照灯 实际上是在20世纪 伏斯旗下成立的时候 是94年 他成立之前 实际上20世纪 本身已经是经营 艺术片有好多年了 他只不过他是有一个部门 他把它叫specialty division 然后后来是因为受到米拉麦斯 成功的启发 就成立了这个 成立了这个以后 头几年其实没有出现爆发的影片 因为我们电影拍摄 它是中间会发生好多好多事情 你最后出来的东西 也许没有那么好 也许很好 但是没有找到观众 各种各样的肯定都有 所以他真正成立了 这个艾术灯以后的第一部大爆款 叫Full Monty 一拖闹底 改成那个音乐剧 在百老门也很成功 就讲英国那边 那个煤化工人失业了以后 去跳脱一舞一声的一个视角 这个故事你一开始想 好像有很难出圈 对吧 这可能有点搞笑 然后又是英国式的幽默 但是没想到 这个故事就火了 所以当然从那个以后 我觉得成功概率越来越高 是跟它的定位有关 就是它在艺术片里面 找那些没有那么晦涩 没有那么天文 没有那么小众的一些题材来做 实际上就是艺术片的工厂 它只要自己能够自负盈亏 能够赚一点小钱 上面就不会给它压力 明白明白 但我发现其实在今天小厂 他们的压力 不是来自于这个自负盈亏 而是能不能拿到奥斯卡提名 因为近些年来 这个拿到奥斯卡提名了 基本上都是这些小厂了 因为从大厂来讲 Major其实对于这些小厂 最大的期待就是Prestige 就是We won 就每当奥斯卡的时候 帮到奥斯卡的时候 你去看 基本上都是这些艺术片的小厂 得到了提名 那六大本身是提名不多的 那你想你如果是一个电影公司的从业者 是个老板 你的行业的最大的想 就把你们的一个大脑全给给忽略掉 你心里会怎么想 你肯定是很失落 就你想 这好不公平 我为这个行业创造了这么多财务 最后你不承认我 但是奥斯卡他不是一个票房奖 他不是表彰你赚了多少钱 有多少投资汇报 他还是要兼顾艺术 当颁奖季来到的时候 那些大人就会唤醒自己内心的艺术良心 这是我的想象 就是因为我赚了钱 对吧 我给大家要创造了 我让这么全世界几亿的人开心了 但是我最后就觉得我在可能方面 我是抬得起头来 我做的事情是有格调的 当下是A24 然后一直以来就从应该快30 这个探照灯 探照灯的logo一出来 很多人就觉得放心了 这电影再差也不会差 因为有这个logo 知道他之前出过什么样的影片 所以你就心里就放心了 但是对于普通观众来讲 其实他并不关注你是怎么出来的 你像派拉蒙拍的时时刻刻 就在我看来就是一部很好的文艺片 但他其实大厂自己拍 大脑直接拍文艺片 成本就会比较高 就同样 比如一个明星去演大厂的文艺片 跟大厂下面有的 就是我分公司的文艺副 分公司的文艺片 他的要价可能就差好软 就差好几倍都有可能 那这个是为什么呀 因为他也知道 这个是大厂下面的分公司 你很难说 你比如说 大厂拍一部文艺片 投资了比如六千万 八千万美元 但比商业片还是便宜很多 但是你最后出来 你得回本才会划算 但是如果这个片 是一个分公司拍的 就是他的文艺片分公司拍的 很可能就大厂七八千万的成本的片 他好可能两千万就拍下来 有三千万票 他就能够打批 就有一个小赚的了 因为他还有负蓄市场 因为票行数要分成 所以他的cost structure是很不一样 我们很多观众 你比如说我都不知道 当年英国病人 我们都以为是个大片 绝对是大厂拍的 但是实际上就是比MX拍的 然后你去看他的成本 他的成本简直 就对这个题材 这些画面来讲 这个题材简直就第一的 就难以置信的问了第一 那就是因为他的cost structure是不一样 就是如果这部片是个大厂 我相信 那个玉上翻个两三倍 是七星说送的 近些年来 逃出绝命证 我记得逃出绝命证的成本 只有300万 但最后他的票房也是一多 好像还有多少 反正很高 就是你作为一个新人 然后你要做一个很有锐气的作品 然后你可能一开始 你的知名度 你各方面都不够 够连那个specialty division 就类似像探照灯那些 你都够不上 那你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小福大 你先把它开出来以后 你有了成片 然后你参加这些电影节 也好 还是直接给那些电影公司看 然后电影公司可能 一下 把你买断了 不止给你分成 反正对你来讲 怎么样都是赚 那我不知道像是田丽 就当普通人想要做电影的话 他会第一部想要去跟 叫做独立屋 对吧 就是好莱坞与独立电影的结合 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合作 他是所有的电影人的一个 首要的这个选择吗 很早以前 其实我还是在当媒体人的时候 有人跟我讲过说 美国电影跟好莱坞电影完全是两个概念 就是我们在下期看到那些商业大片 他们并不是美国电影 就是他们是全世界各地来的商业片的那些达人们 聚在一起磨合出来的一个纯商业项的产物 你想很多的老总 很多的电影人 他们根本也不是美国人 但是你想到哪个地方去看到真正的美国电影呢 你要去圣诞寺 去西南片段电影节 这样的地方才能看到 所以就是这些人可能从广义上来讲 就是大家口中的就是好莱坞外的那个独立电影人的一个世界 然后回到你的那个问题 你说如果说我是在美国一个电影人 我要想做电影 我的第一步应该找谁 那我有两条路线 一条就是进入到这个工业体系里面 可能很多 因为加入工会的门槛很低 然后他们确实有一条渠道 你可以网上输送自己的这些东西 就是所谓的pitch 但是这条路非常非常难 你可以想象你跟全世界最最精英的一些新人一起去竞争 然后往往你的本子就会 最好的结果可能也是落在像黑名单这样子的一个库里面 然后也许有一天它的缘分到了 就会有人把它给捡起来 但这个过程可能会畅达十年甚至十几年 但是另外一个路子是很多 像南加大这样子的工业体系以外的电影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们 他们往往第一反应就是找到一条路 把自己想拍的东西给拍了 然后就会去参加这些电影节 然后在电影节上面获得机会 这里我有一个挺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其实在制作方面的另外一个 更hands on的一个老师是Justin Ling 是从那个UCLA毕业出来以后 其实时代并不好 就是像亚裔导演在好莱坞仍然非常的难混 像现在不一样 然后他当时也是pitch了很多 没有人对他的项目感兴趣 然后他自己的做法是什么呢 他刷了十张信用卡 然后拍了一部叫Better Luck Tomorrow的电影 但那个片子并不成功 就是后来是又血藏了几年以后 正好赶上了这个速度与剧情的前两部之后 其实是有点像是穷途陌路 就是又半放弃的状态 然后有人正好就是想 不如给他一个机会 用很小的成本再试一下 然后他就充分发挥了独立电影的一个优势 然后拍了那部叫东青飘移 其实他是所有速度与剧情里面 可能成本最低的一部电影 不能说大卖 但是起码让这个系列续了个命 然后studio人也看中了他的潜力 然后给了他更多的预算和资源 然后拍了四五 然后到第五部的时候 这个系列就开始重新成为了商业打评 一直延续到现在 其实如果要跟我们这个科技行业对比的话 还蛮相像的 就有点像是这个风险投资人 然后看到你年轻人还不错 很有想法 然后先给你一点钱 然后你做完了之后看不错 我再给你投下一笔钱 有点这种感觉 我们刚刚其实像周老师这个聊了 独立品牌 他们下面可以自己开发 然后可以去这个找一些 有潜力的年轻人 他们的这个项目来进行投资 我不知道在其他的这个角度上面 不管是在制作呀 还是发行上面 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区别 如果发展到更大了一点的话 会不会跟这个大的studio 就形成一种这个竞争的 这样的一种格局呢 在我看来探照灯的定位 就是比那些我们想象当作的文艺篇 更加大众一点 你像他投资回报率最高的 平民窟的百万富翁 他的成本是有一千百万 但是他有多少 1.5亿左右的票房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高 但我现在就不说他的投资回报率 实际上平民窟的百万富翁 是很主流的 你甚至可以说他是有点偏类型画 偏商业画 他唯一就是让好莱坞觉得 他是一个艺术片的 就是因为他的故事是印度故事 还有威奴十二载 威奴十二载也是得最佳影片 因为过去15年里面 探照灯一共获得了5个最佳影片 奥斯卡最佳影片 那这个货架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就跟这样的影片 实际上这个大厂本部是可以拍的 那我觉得他为什么大厂本部不拍 那我相信一方面是 就是从预算来讲艺术分布去拍 成本会低一点 然后那些明星要在低一点 所有的工种开的开的价格 但是省钱我觉得不是唯一的 另外一个是保证它的质量 因为大厂的介绍必然是要让这个故事 往着商业性主流的方向去发展 就会磨平它很多的棱角 让这个故事没有那么锋芒 没有那么锋利 看照灯的鸟人其实是一点都不达着 鸟人是我近十年来 奥斯卡片里面最喜欢的一部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惊喜 但是类似像如若十二载 跟贫困库的百万富翁这些 我觉得还有那个水旗目的 我觉得真的就是 是探照灯的那帮选篇人 那帮主管 就是他们很懂 非常知道怎么样 让两个貌似矛盾的追求 就一个是商业的追求 一个是艺术的追求 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 然后取得一个比较完美的结果 我其实看到有一些像是最近的一些独立厂牌 他们自己的这个预算和这个budget 其实已经慢慢地往这种商业片子在接近了 我不知道这个后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竞争的格局 那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 在这上面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观点 如果一个独立厂牌它越做越大 然后最终做的跟那些大厂的商业片一样 这一方面是个好事 另一方面也是个坏事 好事当然它商业成功了 另一方面就是它肯定是失去了独立精神 这个是不能间隔的 就说华纳底下的新线 那新线最初在大学生里面 做那些大学生的那些 喜欢看的当年的欧洲片 然后做一些宝布片 然后等到他做的磨戒指环网三部曲成功以后 那你说他跟那个大厂拍的商业大变成区别 就没有区别了对吧 但是你拍了指环网很难再去说 我去挑一部300万500万的体量的影片来支持一下 就你很难很难两头兼顾 所以你就要么就是变成大厂一部分了 要么就你自己独立了 像有曾经有一阵子师门 师门本来是个mini major 然后他做那个hunger game的机游游戏 非常成功 很商业对吧 很成功以后 那就很好几年里面 被认为有可能寄生大厂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大厂下面有分一个小的品牌 而不是把这个大厂把这个小的品牌给吞在里面 就成为他的部分了 因为他做决策的时候 他的整个cost structure 他的整个观众的设想都是不一样 你合在一起 最后两败俱杀 好的 那其实咱们之前在线下沟通的时候 大家其实还有一个话题 我们之前聊过是 迪士尼其实大家是很有这个清晰的认知度 就是迪士尼是什么样的一个电影厂牌 它会做出什么的这些电影 其实大家是很有认知度的 但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二十世纪影业 或者想到探照灯的时候 我们好像不是特别清晰的 有一个这个很明确的风格的定位 我不知道这个有个明确的风格的定位 这是好事呢还是坏事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迪士尼它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它不是一个major studio 很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品牌定位 就是大家在那个时候 想到迪士尼第一反应就是米奇老鼠 还有它的主题乐园 当然还有像白雪公主这些经典动画片 它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影响 大多数的电影 人们一听不会想到 那个是不是迪士尼的 这个可能是自己企业的一个经营方向吧 但无形之中确实也有一点双人剑的那种味道 后来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迪士尼虽然仍然一直是保留了 自己的一些大的原则 比如说我的电影它永远是pg13级的 虽然后面它自己有收购一些 这个片独立的一些厂牌 它其实是有通过其他的发行渠道 发行一些非pg13的电影 但是绝大多数通过它自己去发行的 仍然是在这个定位上面 就是它必须是老少嫌疑的 这个是不会变的 我相信它将来很长一段时间 也不会变这个东西 但是它的影片风格 确实是通过收购这些 像皮克斯 当然皮克斯本身也是一个动画工作室 它的类型本来就跟气质 本来就跟地势已经很相符 然后像卢卡斯影音乐 它们都是属于就是何嘉欢的这种电影 但是同时它又有很强的自身的标签 比如说Marvel是美国漫画的 然后本身它也是定位给小孩看的 然后当然是老少嫌疑了现在 还有像卢卡斯影音乐的这些 星球大战也是一代美国人 包括电影人成长起来 就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些系列 所以就是它打开了自己的一些形象 但是大方向上 它仍然停留在自己最初的这个定位上面 但其他的这些司机 它们没有这种 它们就是一个电影工厂 那么这个20世纪影业 或者说这个20世纪福斯 它在这个风格定位上面 是怎么做的呢 像福斯它区别于其他的来说 我觉得它可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一点 就是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他的 你说的话那其实想到的 至少我自己想到 它的商业片类型仍然是偏漫画 偏幻想类的这种 就是我第一反应想到的 就是它的DC系列啊什么的 但是它们的尺度 跟迪士尼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它可以放得很开 它可以走各种路线 然后像环球 我想到的是 就是速度移技型系列啊什么的 但是福斯其实你一上来以后 你问我 它们最有名的这个系列是什么 除了四战警以外 我其实想不到什么 就第一反应 我确实想不到什么东西 直到我仔细去看它们的片单以后 我会发现 它们其实有非常多的经典系列 但是它们一个系列 与一个系列之间的差别非常的大 就几乎你没有什么 想往它们身上定义一些东西 发现非常非常难 那重点还是那样 就是你去看它的片子 会发现 像James Cameron 跟它的关系一贯就很好 所以其实我们 引始以来最卖座的几部电影 其实都是来自于它的这个 然后还有一些老 八九十年代的一些 经典的动作电影 像那个 胡旦龙威系列啊什么的 很多很多电影 也是看那些电影长大 但是不会跟这个品牌 产生一个强关联 至少我不会 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嗯嗯 这么看来的话 其实可以说 迪士尼下面的这些紫厂牌 风格是非常迥异的 也就是说迪士尼 这个大的品牌 给人的感觉是老少嫌疑的 何家欢的 这样的一种形象 那这样的是不是又发展出了 更多元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呃 田明老师说的那个 我完全认同 因为就我刚才说到 就是大部分的小的品牌 其实做大是 可能是不好的 但是这种东西也有例外 其实迪士尼就是一个 有小做大 因为它一开始的定位 是很清晰 然后很多人就一说迪士尼的 电影就以为就是动画片 稍微广一点就是何家欢 所以这他这个定位 的确是有利有弊的 利的话就很清晰 你一部迪士尼电影 比如一个家长 你家里面有一个10岁小孩 8岁小孩 你都不用考虑 迪士尼电影 肯定是可以带到小孩去看的 其实别的一些厂 厂牌在不同阶段的定位不一样 像田明老师刚才讲的 那个华纳 你可能想到那个DC的那话 但少年实际上 华纳拍很多犯罪片 所以很多人觉得 华纳很擅长拍犯罪片 然后还有一个定位 跟迪士尼一样清晰的 就是米高梅 米高梅就是当年拍的 那个歌舞片很出名 太出名了以后 就导致歌舞片衰落以后 人家觉得米高梅还能拍 就是他想不出来 所以的确像福斯 20世纪福斯这种定位 他其实没有定位 没有定位 我觉得也是有利有弊 他是暴露万象 他什么定义都比 就往里面放 他的这几个里程碑的影片 你比如说埃及艳后 一部武装大片古罗马的 音乐之声是一个歌舞片 非常经典 然后星球大战 你说这三部片有什么共性吗 基本上从题材艺术风格来讲 没有个共性 但是都是福斯做的 但埃及艳后差点让他破产 音乐之声让他续命了 把他救活了 然后这个星球大战第一部 是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 没有人想到会这么成功的 起码这三部影片 当年放在任何一个场 都觉得是可能的 但是有一点 很难想象 《喷逼论》电影 一开始是放 《瑞波》迪士尼的logo 又黄又爆 就跟迪士尼是完全反的 我就觉得你如果 前面没有《Miramax》的logo 而是放一个迪士尼的logo 然后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看 我估计可能就要抗议了 人家不会再会你 艺术上有多么高超的水准 这个就是品牌的价值 因为品牌它实际上是标签 以迪士尼这个标签 就表示何嘉宾男女老幼 都可以去看 到昆丁的篇很显良 很小的小孩不适合看 所以你想当年他收购 迪士尼收购了《Miramax》以后 他不可能去把这个 《Miramax》希腊进来 变成迪士尼的 这个从branding上讲 绝对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记得我有一年去总部 采访到Alan Thorn 他的影业的老祖的时候 我记得他有一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 他说我们手头经常会 经过很棒很棒的电影的剧本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给那些兄弟公司来拍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上 很多很多不公平 有很多黑暗的地方 但是我们选择了反映真善 就这是我们的一个主动的选择 这不是说我们罔顾 现实当中不好的一面 而我们知道现实当中不好的一面 但我们还是希望给大家提供美好的一面 所以迪士尼的定位跟别的场 他其实是个护理 谁都缺不了谁 整个定位里面 我觉得迪士尼做到今天 他本身就像是一部好爱的电影 他很小佛大 最初连八大里的他 他现在做的 处一处二的老大 然后非常成功 我让他收购了这么多 很强很强的强大物压 然后包括现在的20世纪出世 我觉得就是一个小人物 因为好莱坞的上一天 就是肯定是小人物 然后经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经过好的运气 然后他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但是他走向成功以后 他最需要防止骄傲自满 所以他才需要不同的这些品牌 来区分他定位 那甚至连迪士尼本部跟PIXA 这两个应该算定位非常非常接近了 对不对 我觉得他还是保留PIXA的这个牌子 他的自己的运营 人员之间使他有互动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 因为PIXA他可能更偏规谱一点 起码PIXA头十几年出来的东西 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跟迪士尼的经典动画定位是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即便在他一个 同一个公司底下 他可能还是需要引进一些 或者说保留一些竞争的机制 让每个品牌的人员 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大的特长 来创作出最好的作品 而不是说互相消耗 或者说我只有 你不管来自什么背景 都要拍同一类影片 因为我们知道 文艺创作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百花启放 你要保留多样性 但迪士尼的多样性 它实际上是 它有一个总的一个大框架 就是可加框架 但是如果是一部涉及的人性黑暗的影片 那你放在PIXA也不适合 放在别的地方也不适合 那你放在20世纪是适合的 因为20世纪 它以前是一个包罗外向的一个品牌 它可以放任何东西 你如果是一个大导演 类似像卡梅隆做 就是我现在要拍另外一个什么故事 别的地方都放不进去 那你只要是跟迪士尼合作 就是20世纪那边是可以 绝对是可以容得下的 所以才会把20世纪 当人做Hulu的一个content provider 为什么有了Disney Plus以后 还以外还有网友Hulu这个品牌 就是因为Disney Plus跟Disney本身一样 它有很清晰的市场定位 放不进这个市场定位的好户作品 像类似使女的故事 就可以放在Hulu里面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 20世纪影业的这个片单的时候 还发现了可能像是这个异形的系列 前两年像是这个Kingsman 就王牌特工 我觉得他有一些像是这种年轻人非常喜欢 有一些黑色的幽默 包括最近特别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Deadpool 这个死士 大家其实这个Superhero 这种超级英雄的电影 看得太多了之后 就感觉这个死士还是挺耳目一新的 大家最喜欢的一些 就二十世纪这个影业一些这个Franchise有哪些 二十世纪的那些Franchise 当然没有曼威那样的体验 曼威一个星球大战 那是全球影史上排名第一第二的 就是丑论票行的收入的话 死士啦 还有之前那个Hugh Jackman演的那一套 好像加起来有十多部吧 但其实也是很成功的 直播你不能拿它跟那个曼威系列去 实际上就是整个20th century 所以它有好多好多小的就也不能其实也不小 那些是拍三部以上了 我就觉得都不能加小了 就有这样的Franchise 然后这些Franchise 很可能是不能延续到拍二十部三十部 但是它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面 几年这10年或者20年里面做出这样的成绩 那是已经其实是已经非常非常非常 它因为它品牌效率不显著 所以很多人看完以后 你不会记得了 这是播二十世纪的影片 但是它的成功的影片非常的多元化 而且你要仔细追究的话 就是刚才说到像死士这些片 它带有一种黑色的幽默 但其实超级英文电影 突然发展一开始出来 是就很正经八百 然后你慢慢大家觉得 不同的影片看多了 我看腻了 但是我好像还喜欢看这些影片 你就从创作者角度 从片上那边 他就是想主题变奏 同一类的故事 但是我这加点新的那加点新的 让现在的新的一批观众 从这些老的故事模式发现新的乐趣 对确实是 这个创新精神还是我觉得 赵老师说的非常的对 因为我自己是爱看这个超级英雄的电影 但是我先生非常的不太喜欢 然后我拉着他一起去看死士的时候 他非常心里不愿意的看完之后 这个大呼过瘾 觉得我那天电影选对了 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死士它的成功 其实跟近的二世纪 对吧 就是在我看来 它没有一个特别必然的联系 因为这只是正好 因为当时Marvel自身的存活有点问题 所以就是卖了很多自己旗下的这些系列 像X战警 因为死士是X战警是一嘛 就把这个给卖给了20世纪 然后把制度下卖给了索尼 就是为什么Marvel Studio 自己一直就没有拍真人 然后这一点一点现在艰难的 就是跟索尼那边达成了合作 然后像现在20世纪回归这个旗下以后 那将来确实有很多的可能性 而死士它本身是在Marvel系列里面 定位很特殊的一个角色 它本身就是专门用来打破 第四度强的一个角色 所以其实相当于福斯 一直有这么一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的核心创意 并不是来自于他们 而是来自于Marvel自身的 这个漫画原作 他们只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 来把它给拍的 拍的当然是很不错 包括那个金刚狼 他作为X战警的一个知戏 他慢慢的也是渐入佳境 前两部拍的很不好 但是最后一部 Logan也是属于 就是可以说是把商业片 拍出了文艺片的那种境界 就是福斯的片单上面 它的这种Franchise 多半都是一部电影的成功 然后出于商业的考虑 我在开发它的续集 它不是上来就是一个 已经很成熟的东西 像迪士尼旗下的 这些大多数都是属于这种 它本身已经有一个 非常庞大成熟的一个品牌体系 然后只是在这个库里面 一步一步地去拍 我自己个人像 二世纪下面的这些系列 对我自己童年影响很大的 其实有很多 《湖南龙威》系列 它基本上是一种 孤单警察的一个 既是开山之作 我觉得也是一个巅峰之作 之后基本上一直被模仿 也没有再被超越过 然后像《小鬼当家》系列 还有一个《异形》嘛 就是他们都是属于 一部成功了以后 再去开发它的第二部 第三部 但是这其实在好莱坞 很普遍的一个商业模式 就是会把一头牛 给挤干榨干那种的 所以就是到哪部不赚钱了 它就不会再往下拍 也许再过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时候 再回来可以重启一下 或者找到一个新的角度 像《异形》系列 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它的前三部 找了三个风格 截然不同的导演 而且每一个都是在后来 大红大死的人 第一部是那个 Riley Scott 他其实跟福斯的关系也很好 然后第二部是James Cameron 他把一个这种空间恐怖片 拍成了一个科幻动作片 然后第三部是那个 David Fincher本身在后来 我也不是一个 就是特别好合作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个性的一个人 然后那片子也是拍着拍着 Studio觉得就是在你个人的想法 和这个品牌之间 产生了很严重的冲突 然后最后他也是离开了那个项目 不过那片子仍然带有 很强的他的一些风格 甚至第四部 第四部是请了一个法国导演来 那个导演其实也很有 很强的个人风格 然后把那个系列 也带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就是《异形》系列 它本身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到近两年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它中间隔了 冷却了大概十几年 然后就近两年 当然这不是20世纪的问题 是整个好莱坞的问题 就是上一篇 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瓶颈 人们就是越来越 在一个固化思维里面 去找一个很稳妥的赚钱方式 不停地挖掘这种已有的 像Marvel这样已有的库 或者说是当年 很成功的品牌 把它给 说的不好听点 就是炒冷饭 就是重新开发一下 我觉得刚刚张老师 有一个点 我觉得可以咱们再展开一下 因为迪士尼说过的 二十世纪福斯 现在叫做这个二十世纪影业 它有了这样的一个 新的厂牌的话 其实就让迪士尼 有了很多的新的可能性 因为传统我们都知道 这个迪士尼 它的这个定位是非常清晰的 它就是动画片 它就是这个 这个全家乐 即使是它收购了 像是Pixar 然后还有像是这个 漫威这样的 他们也都是非常垂直的 在某一个领域 但是福斯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不知道这一块 田丽能不能帮我们 再多展开一下 其实还好 我觉得刚才朱老师 概括的很精确 就是这个趋势 其实从我自己的感受 是从并购 皮克斯那刻就已经开始了 就是再往前的时候 就是完全由迪士尼studio 自己拍的那些电影 有一个非常刻板的印象 就是童话故事改编的 有些就是直接是当年 自己的动画IP 改编的真人电影 然后有一个加勒比海盗 是根据乐园里面的 一个项目改编的 然后皮克斯被并购以后 刚才朱老师提的 也很精确 就是他有一定的科技 就是硅谷那边的一些特色 因为早期的时候 乔布斯还是 皮克斯的这个 这个leader之一的时候 确实他会带露 很多这种文化上的东西 当然这个趋势很有意思 就是在今天的皮克斯 跟迪士尼动画之间 其实区别没有那么大 因为John Lasseter 他本身同时是 两个studio的头 而且他个人是那种 在创作方向上 有非常强势的一个人 所以在这块 反而有点磨平了 两个studio之间的 这种区别 然后在后面 就是非常大局的扩张 几乎几年收一个 就是从Marvel 然后Marvel当时的 一个策略也很有意思 有一件事情 影响很深 当然现在那个 Marketing的主管 可能已经不在迪士尼了 就是我头两次 去迪士尼总部的时候 跟他聊这个天 我说作为一个 就是Marvel电影的 一个粉丝 我很想知道 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 蜘蛛侠呀 像这个X战警 就金刚狼这些人 能够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 互联的初始成员之一 然后当时他自信满满 但是又带一点 有一点俏皮的 跟我说了一句 Not yet 就是感觉好像 这天早晚会来 然后果然这天就来 所以你一直在下一盘 非常非常大的棋 就是从自身一开始 通过一个很强的 一种品牌印象 先找到自己的方向 站稳 然后一点点 在这个大的框架下去 扩展各个此品牌的可能性 福斯就是相当于 回到我们刚才 上一个话题 就是福斯他没有一个 特别强的品牌印象 这就相当于 我开了一个大雷 我不是只收购了一个 Marvel这样子 一个鲁卡斯影业 或者一个皮克斯这样子的 一个小类别 因为他们每一个分别 带有很强的 自身的一个小品牌 那种感觉 然后现在你收购福斯以后 相当于我有了 开了另一个平行宇宙似的 我有无限的可能 我可以把像 像小鬼当家那样子 很符合我自身气质的 我可以放在迪士尼 我也可以放在福克斯 20世纪 当然我现在像 白日梦想家这样子的 也有一个地方可以放 当然我同时也可以放一些 就是尺度大一点的 雷天鹅啊 像异形这样子的吧 它都可以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一个平台去进行支持 所以我觉得就是收购 20世纪确实是打开了 很多的可能性 在题材上面的话 就可以不用再 距离于以前的这种想法 对 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20世纪 福斯被收购了之后 那我们刚刚讲的像是一些 漫威大家非常喜闻 乐见的一些角色 像是X战警啊 还有金刚狼啊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死士 可能都可以回到漫威的 这条电影的主线去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漫威的时候 很多第一反应就是 他的主要角色 可能就像是钢铁侠 这样子的一些角色 但是其实在原来最早的漫威里面的 这个人物形象的话 其实钢铁侠 只是一个特别变角料的一个角色 漫威后面 然后一个个把这些角色建立起来了 然后变成我们现在 儿术能详的这种人物 那另外的有一个点就是 可能就漫威来说的话 在其他的场拍下也出现过 有一个好玩的例子 就是那个超能陆战队这个动画片 那大家在讲超能陆战队的时候 大家就会反映说 哇这个大白好可爱 然后就是一个机器人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过的是 大白其实是原来最早 在漫威里面的一个角色 那如果你要去仔细的去看 超能陆战队的话 你会看到有这个 Marvel Studio的一个logo在电影里面 是的 那个片子当时我也有去 Studio里面进行采访 然后当时我也很意外 就是这其实也是 Marvel旗下的一个 算是一个子类吧 这点其实凯文·Faggie 在第三部钢铁下的时候 来过中国做过活动 说过这个事情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气非常高的Marvel角色 很遗憾的是 版权并不在自己手里嘛 然后他只能用自己手上 可以调动的相对来讲 比较符合他想要搭建的 这个故事结构的一些角色 然后但是他做的很成功 所以就会后来也打开了 很多的可能性 现在迪士尼 他手下有这么多优秀的厂牌 然后这厂牌 有些是有很明晰的定位 那有些的话 可能更加包容性强一点 大家肯定会想到 就是让那些漫威的人物 怎么样你动 因为之前授权给不同的公司了 那现在其中一些公司 又回到迪士尼的打市底下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因为我们知道电影 它因为风险比较大 所以你去拍电影的时候 不同的项路 它的冒险系数是不一样的 那有些项路大家要求稳 所以他要保证 出来一定有多少多少的观众 那像这些的话 通常是大的那个台子去做会比较合适 但反过来我们也知道 就是即便像超级英雄 你如果大家全是往大的方向去做 他可能会久而久之产生那种同质化 所以他需要有人去做那些 比较偏偏角料的人物 或者是把他做出不同的气质来 那因为现在迪士尼底下有很多 很多的厂牌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未来 比如马尔那边 可以拿一些小的角色交给别的 就是他的兄弟厂牌 来去做一些创新的东西 你比如说把其中的一个 故事或者一组人物 做得很像你一片 或者是很便宜的 就是那种感创新的路子 去试一试 因为你在大厂 大厂牌下面很高的投资 失败了 那是伤心动股的 但是你交给小厂牌去做 就是自己的兄弟厂牌 他失败了 其实还好 这个损失不会很大 但是成功的话 他可能就培育出一条新的路子来 这样的话 他不同的厂牌之间 会有一个你来我往 更好的一种互动 小的那个厂牌 可以为大的厂牌 做一个孵化器 而大的厂牌 可以给小的厂牌 来提供一些素材的选择 OK 那多谢两位老师 帮我们聊了这个独立电影 然后它跟传统的商业片 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未来可能我们会将在 迪士尼的整个大的厂牌下 看到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 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感谢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几位 谢谢 这期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 就到这里了 听完之后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 里面给我们留言 我们每一条都会认真地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给我们五星 或者好评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也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你也可以单独写邮件给我 邮箱地址是 听ting at 声.fm 我都会一一回复 那同时公众号和微博 也可以搜索声的活泼 声是声音的声 节目相关的更多信息 会在公众号里出现 微博和公众号 都会有不定期的福利给到大家 如果你想要跟我们 更加紧密的讨论和分享 或者想要认识和你一样 有求知欲的新朋友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进入听众群的方法是 在公众号文章中扫码添加 或者是公众号后台回复 科技早知道 即可获取邀请码 期待你的加入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